哈喽 屏幕前的宝贝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晶晶老师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继续跟着上上节课 我们是不是学习了解决问题一啊 今天呢 我们要来学习解决问题二 继续来看一下一些应用题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课前热身 请你来连线下面的问题用什么运算方法来解决呢 哦 感觉有一些字比较多哈 但是题都非常的简单 先看这个 说小布有20张卡片 小胖有10张 他们相差多少张呢 重点词是什么 相差 求相差多少的话 那我们说其实就是求比较完的结果 我们在比较的时候用减法进行比较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连线应该连的是减法 对不对 第二个呢 他说小布有20张卡片 依然是卡片 小布有20张卡片 小胖有10张 问他们一共有多少张 求一共的话 那就是应该用加法了 是不是啊 非常简单 把两部分加起来就行了 所以连的是这一个 继续看第三句话 晶晶老师买了36颗棒棒糖 要平均分给班上的4名同学 问每名同学能分到多少颗棒棒糖呢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平均分 分东西并且是平均分 那当然是用除法了 对吧 把36去除以4 就是分给4个人的结果了 所以这里面应该连他 好 最后一个 小布有5个布娃娃啊 布娃娃 小美的布娃娃是他的三倍 小美多是他的三倍 那么小美有多少个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以小布的这个布娃娃为一份 一份是5个 小美有3倍的话 那他就应该有这样的有3份了 所以小美有多少呢 用乘法来解决 是不是就OK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连线题 就是让我们去判断一下 拿到一道题目的时候 用加法 减法 乘法 乘法 除法 用哪种方法去解题才是正确的 对不对 好 那么说完这个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本节课学什么 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分两步来解应用题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立一 立一呢出现了让我们来补充条件的这种题目了 对吧 条件不完整 说鱼缸里面有黄金鱼28条 空了一句话 问黄金鱼和黑金鱼一共有多少条 请你补一个条件并算出结果 这里面补的这个条件肯定是补唯一的 但是你不能瞎填 因为它填进去的一定跟谁有关 看问题黄金鱼和黑金鱼一共有多少条 是不是跟黑金鱼有关呀 也就是你补出的条件是跟黑金鱼条数有关的条件了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你就有很多种写法 最简单就是你写什么黑金鱼有比如说黑金鱼有两条 黑金鱼有五条 问你一共有多少 当然你里面也可以写说 黑金鱼比黄金鱼多两条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增加一点点的难度 我们写一个黑金鱼 黑金鱼比黄金鱼多两条 多两条 那么问你总共有多少条 怎么做呀 那我这里面分两步来计算 是不是应该先把黑金鱼算出来 黑的比黄金鱼多两条 那么黑金鱼就应该是28上面加一个2 你看我特意写了能凑整的数 对吧 所以黑金鱼就是30条 那么他问的是黑金鱼和黄金鱼一共有多少条 那么求一共的话 是不是就把他们俩加在一起就行了 28加上30答案等于是58条 这个是不是就是非常的简单呀 你最后把答题写上去是不是就OK了 总之就是我们自己去补的时候 首先答案不为一 第二个就是不能瞎补 虽然不为一 但你也得去找到跟这个黑金鱼有关的这种条件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补充的条件不同 我们得到算是也不相同哦 注意方法不为一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试着写一写 你可以写个跟我不一样的呀 对吧 好 那么说完这个以后 我们来看举一反三 这里边也是条件不完整 让我们自己去补 来看一下 说小刚家呢 养了40只的母鸡 空了一句话 那养了多少只的公鸡呢 那你先不忙着去写 因为他下面有两个问题 他说如果我最后的算式是40加15 那么你知道这里面补上去的是什么条件呢 好 40代表什么 40代表的是什么鸡 母鸡 那么这个15一定是跟公鸡有关的一个条件 因为他最后问的是养了多少只公鸡嘛 40加15 那么感觉公鸡是不是应该多15只 所以你在这里面可以写的是 公鸡比母鸡多15只 多15只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拿40加上这个15来求出公鸡了 但是只有这一种表示的方法吗 我除了可以说公鸡比母鸡多15只来表示公鸡多以外 我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母鸡比公鸡少15只啊 那母鸡比公鸡少15只的话 是不是列师也用这个来列 所以你也可以写成是母鸡比公鸡少15只 他少15只就反过来就是意味着公鸡比母鸡多15只 那这个第一小问老师已经帮大家写出来了 第二问你是不是应该也能自己做出来了呀 反正就是做这种题目的话 我们说补充的条件必须需要跟公鸡的支数相关的 是不是 来花点时间自己把这个第二问把它给写出来 是不是都写完了 写完以后我们来看啊 他说如果算是40减15 刚刚是加15 所以我们感觉公鸡多一点 对吧 求公鸡用加法 那么现在如果是公鸡是40减15的话 我们大概就知道了 公鸡应该少一点 所以在这里面我可以先写的是公鸡比母鸡怎么着呢 公鸡比母鸡少15只 那如果是公鸡比母鸡少15只的话 那么求公鸡的话是不是就是40减去15 那你就想还可以反过来 你能说公鸡比母鸡少15只 我是不是也可以说 母鸡比他多15只啊 对吧 你写成是 母鸡比公鸡多15只 母鸡比公鸡多15只 就意味着公鸡比母鸡少15只 少15只的话 我们用减法做 是不是就OK了 所以这里面的话 我们说你首先要去判断什么 首先要判断加法和减法对应的是什么类型 对吧 是谁多 是公鸡多还是母鸡多 你要知道 第二个 在写这个表示的时候 我们往往有两种表示 如果比如说甲比乙多 意味着乙比甲要少 对吧 他们俩是一个反过来的这么一个状态 你要知道 好 马上来看一个总结 我们就说了 当你用加法去做的时候 往往是体现的是什么呢 就是加法的话 就是写那种总共有多少呀 增加了多少多少以后是多少了 是多少了 那么就增加的部分加上去 是不是就行了 这是一般我们会用加法去做的 那么减法的话呢 一般就是相差多少 相差多少 我们说就是一个比较后的结果 比完了以后的结果叫做差 对吧 那比较我们用减法去做 是不是就用减法去求相差多少 或者问你 我比你多了多少 你比我少了多少 这种是不是就是用减法去 把它给解题解出来的 加法和减法对应的常见的提醒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说完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第2 这套题目非常的简单啊 说小甜甜呢 她写了8天的字 8天的字 前7天每天写4张 最后一天写了5张 哦写了更多了 那8天一共写了多少张呢 这里面我们就要区分一下 就是她两次 就前7天写的和最后天写的 是不是不一样啊 那我是不可以把前7天的给她给求出来 前7天写每天写4张 一共写了几张呢 是不是可以把你求出来 一天写4张 7天写的就是7个4 4、7、2、10、8张 这是我们说她在前7天里面写的 那么到这儿题目还没做完呢 问了是8天一共写了多少张 你是不是还得把第8天加上去 前7天的28张加最后一天写了5张 那么28加5的话 诶写错了 就应该答应等于是33张 是不是分两步来计算就可以了 里面的情况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 这个先求出一部分 再求一部分 那么求这一部分的时候 我们说7天每天是4张 就是7个4 是不是就用惩罚来表示了 看一下总结 就是我说 惩罚是可以拿来表示几个相同的 几相加的一个简便方法 几个几共有多少 我们就用惩罚去解答就可以了 对吗 好那么说完这个 来看一个取义反三 说呢 同学们计划用5天去装订300本的本子 5天装300本 但是这是他们什么的呢 计划呢 就心里是这么想的 哎我准备花5天装完300本 结果前三天的时候装了160本 160本 后两天装订完了以后 还剩20本 没装订 时间已经到了 前面是3天 后面是2天 是不是5天已经到了 但是他们最后有没有实现完成自己的目标啊 没有本来要装300本的结果有20本是不是没有装呀 那么他就问你同学们在后两天共装了多少本呢 后两天装了多少本这期怎么做 哎我们说做这个题目的方法是不唯一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注意选择这个计算方法 比如说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先去算一算就是从300本里面开始我是怎么完成的 本来有三版本的计划 前三天装了160本 那么说明你装完160本以后 我是不还剩下140本 计算别出错哈 是不是还剩下140本 说后两天装了装了以后还剩20本没装 说明这140本里面装了一些还剩20本没装 那么后两天装的是不是就应该是140减去你没装的20本 也就是我装的就应该是120本了吧 这个是我们说的一种方法 那么除了这种方法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 你也可以从一开始的300本里面就把我没完成的那部分给它给去掉 总共计划完成300本 我不是最后有20本没有完成吗 所以减去你没有完成的20本 也就是说我真正完成的是不是应该是有280本 这个很好算对不对 就我真正完成是280本 其中这280本我是怎么完成的呢 我是分为前三天完成了160本 那你从这个总共完成的280本里面 减去前三天完成的160本 后两天完成的减一减 是不是剩下来都是后两天完成的 那么后两天完成的就应该是120本 这两种方法是不是都是可以 其实都是从300里面减去160再减一个20 但是就是顺序不一样 说法是不是应该也会有一些不同啊 对不对 两种方法都行 所以宝贝们注意把它给可以都掌握起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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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axy